因為不小心感冒了兩個禮拜 前幾天還去醫院 所以我剛才先講結論 就是說我想要破除一些迷思 其實很多作業系統本身它是看不到的 你要想電腦吃點裡面是不是需要作業系統 火車排班系統是不是需要作業系統 像我以前在空巨然後在雷達站 裡面也是需要作業系統 在Linux和Windows出來之前 這些應用都在 這些需求都在 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這些需求本身它都需要作業系統 所以以前的人其實都是自己開發的 我想在OSDC的一層其實還蠻好的 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自幹一個作業系統很辛苦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上面的例子 自幹WebOS 自幹程式語言 然後自己又自幹一個開拍的 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真的有了 然後這個議程主要是在延續2007年的一個分享 我們那時候在探討說 Linux的那個虛擬化跟即時系統的一個改善 像這樣 生平沒什麼大致 只是住台灣島吃台灣米 然後開發電子產品 然後我有 現在的興趣是做CPU跟設計作業系統 那我現在還在唸大學 只是唸了不小心 大學三年級就唸了十年 我前天請了醫生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超級重的藥 我剛才說我要演講 醫生說可以啊 你可以試試看那什麼新的藥 然後我就一口去把它吞完 好像有點用 然後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實作作業系統的一些設計的議題 然後其實我覺得做研究本身其實蠻有趣的 你不見得一定要唸多多少書才能做研究 其實你看我到現在還在唸大學 但是我還是可以做東西 然後有個女生跟我講 把臉遮住她臉也比較帥 我不知道效果怎樣 我們等一下回來研究一下 那今天有四個項目 就是說一個動機 然後再來看一個虛擬化 技術一個核心的部分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來是一些現有的實作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個實際的展示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動機 在手機啊虛擬化 就是手機啊移動裝置 去實現這個虛擬化技術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這裡 2012年 2012年我們去看到 有四核心的手機的產品 比方說HTC的ONE系列 ONE系列高檔那一支才是適合的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其實 可以拉到3GHz 所以這會變很有趣的是說 你一覺醒來 你很多東西會有Legacy 就是你過去那些假設啊 什麼手機的運算速度比較慢啊 其實不是啊 手機的運算速度在今年來講 其實就已經比很多Notebook還快了 那更別講他的手機背後可以關聯那些計算模式 可以更豐富 好 那所以我們先記掉一個詞叫Legacy 就是過去成就的東西 我們就叫Legacy 那科技產業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每天都要跟自己在競賽 我覺得蠻有趣的啊 你每天都要推翻到昨天的自己 好 那Wikipedia對虛擬化 它基本上 它其實是一個詞啊 這個詞位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它把那個實體的資源做一個包裝 那用很多方式做一個包裝 然後就可以做虛擬化 所以虛擬化不見的是說 像V&W的那種東西 其實它叫虛擬化 其實很多程式員本身它都有虛擬化的想法 它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還是坐著好 好 那在Server side 在伺服器的應用來講的話 其實虛擬化技術有很多好處 那 要那個運算量 你可以看到其實Server本身 很少說真正為每一台機器都蠻窄的 然後再說在虛擬化 可以讓很多原本的不同的作業系統 甚至是不同硬體需求的那個應用 比方說這種一些大型軟體 你可以在比較新的硬體上把它跑起來 透過虛擬化技術 然後再來是說你可以 這個在Server很重要 就是說你在那個伺服器掛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些機器如果出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運算 把這個工作量分到另外一台去 好 Work load balance 那如果你在遷入式系統的話 它的虛擬化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這些好處以外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它在一些 Legacy software 什麼叫Legacy software 其實過去的軟體我們就叫Legacy software 昨天軟體我們叫Legacy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過去的手機 過去的PDA或是過去的那些軟體 我們都叫Legacy 它不是沒辦法針對現在需求 現在的硬體環境或運算需求去做調整的東西 我們就叫Legacy 然後這是在我們後面會探討就是說 提升它的穩定度跟安全性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主要 依據那個Sansung的他們的規劃 他們認為說在虛擬化應用 虛擬化在手機應用 基本上可以分三個層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間會有一塊黑的 可能我電腦生病了 那以前是這樣 就是說以前的手機 它可能會有一個部分是處理Modern 3G GSM H或者是LTE 那另外一部分是跑Linus 或跑Windows這樣的一個作業系統 它其實最少都需要兩顆以上的CPU 那現在可以透過虛擬化技術 把這樣的硬體把它匯整起來 我們叫做Consolid 就是把這樣的硬體資源把它匯整起來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就是OS Isolation 就是說你可以同時跑兩個以上作業系統 那這兩個作業系統的話 它可能彼此是沒有從屬關係 但是你可以比方說一個是Windows 一個是Linus 那你平常的話 你可能用Android手機 那另外一部分可以切到Windows 去用辦公室軟體這樣的東西 然後甚至是說 這後面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它可以整合一些 比方說我們講雲端的作業系統 或者說一些更非典型的那種 作業系統環境 你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在虛擬化來講的話 主要是這三種項目 那我們來講 因為有人說要放美女圖 所以就放一張 這是觀眾要求 基本上Vertualization 我們先記一個名詞 最主要實現Vertualization的原件 我們叫做Hypervisor 那它也叫VNN Vertual Machine Monitor 你們看到那個女生 V 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應用 講那麼多 我們來看一個實際應用 基本上這個是真的已經發生的事情 而且差不多2009年 就已經有商業量產 2009年就有商業量產紀錄了 以前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你左邊的話是Modern 就是說你3GModern或LTE 或是GSN 那右邊是我們叫做Application Processor 就是說它是專門處理Linux 還有作為相關的這些作為系統 那以前都需要兩顆以上CPU 那你現在透過一層 就Hypervisor這一層 然後你可以製造一個假箱 讓它兩個環境認為是獨立的 你就可以獨立運作Modern的Stake 然後跟那個Application 那這樣好處 最直接好處就是可以省錢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大家想 那種功能性手機的出貨量 其實蠻驚人 以非正式的統計來講的話 以聯發課來講的話 一年出貨量會到5億個單位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有這樣的技術 它其實可以在很大成本 就是那個胡錦濤說過一句話 就是中國人失誤 再小的事放到13億 就是可以很大的事 那再大的事除以13億的話 就變得非常微小的東西 那同樣你先量到大一個等級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算是 哪怕是省一個處理器的錢 那也是非常驚人的 然後再來是說 最重要是管理的部分 那實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MotoraE-Work的話 它是在2010年 然後華人手機晶片設計公司 也有這樣的產品 但是我不能跟你講是哪一個 大家知道是哪幾家嗎 那我來看一個它的運作模式 好 還是做啥了 就是以前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這邊叫做RF 就是說你那些Modern 還有那些通訊的部分在這邊 它有Transmitter Receiver 就是你可以接受這些無線電的訊號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調遍的處理 那不管是3G 啊 4G 啊 基本上它都會有一個Network Stake 那裡面會有一個Ryotan的OS 在這邊 那當然它有一個處理單元 那以前這邊是跑在一個CPU上 然後我們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Android Android的話它就是有這個Devict VN 然後它可能有Native的東西 然後跑在這邊 那可能WebOS就把這東西丟掉了 就剩下一個簡單的OS 這樣 好 但是基本上原本都需要兩個處理器 那現在的話 透過虛擬化技術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底下包一層Hypervisor 那原有的東西認為說 它上面還是有個處理器在上面 可以去存取到硬體 但是實際上你就只有碰到一個硬體 那這樣的好處除了省錢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舉例來講說 就是像那個Motora的Evoque Evoque的話基本上它是用高通的搜尋 高通跨抗的那個 跨抗的3G的方案 那所以它原本的那個系統來講的話 它原本那個高通的系統來講 它自己就有那個高通是 它最重要的獲利是來自3G的專利費 可是沒有人用的話 它也3G收不到錢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它自己就 它最早在2000年的時候 它自己搞一個手機部門 然後他們也自己搞了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也自己搞了作業系統上面應用 總之他們就是上面包生包海 把一個作業系統把它做出來 只是為了要推往它的3G技術 好 那所以在這樣的東西來講的話 那個原本那個我們叫MMI 就是人機界面的部分 都跑在Blue的 就是Qualcomm自己的作業系統上面 但是Motora他們想要做一個Linux的手機 但是他也不想要把這個東西全部都重寫 這個量可是非常驚人 你要想像那個手機最容易當機的部分有哪些呢 通常都是跟那個人機界面有關的部分 通常我們出貨一隻手機 大概70%的那個相關問題 都是出在人機界面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把它搬到Linux上 可能肯定會有更多問題 所以在Linux上就是弄一個frame buffer出來 然後讓這個另外一個虛擬化的一個 Blue跑到這個虛擬化上面 虛擬化的那個hyperwise上面 然後把這顯示導在這上面 那兩者它可以透過一個高項的一個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然後做溝通 好 那另外一個應用是這樣 這個是在 這是在最近的一個應用 Kennel Nicole跟Winware的一個技術展示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有一支Android手機在這邊 Android手機 那你如果Android手機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播一下就解鎖了 然後就可以做上面操作 然後你插一條HDMI的線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HDMI去把另外一個OS投射出來 而且這個另外一個OS就是Ubuntu Ubuntu Linux的系統 那有趣的地方是說Android有自己的圖形系統 那那個Ubuntu上面它是S-Windows 然後有OpenGUE 那你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它其實是跑到同一個裝置上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應用 那另外一個項目就是叫做 另外一個項目是OKLabs跟Citrus他們設計 基本上它也是同樣是一支手機 然後它的情境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企業會配給職員一個手機 所以你這個手機拿到之後 你是一個僱員 你拿到一手機 那你可能就是 你可以跑自己的Android系統在上面 然後另外一邊它可以放VPN 所以你可以這個手機開起來之後 VPN這個地方會保持連線 那所以就是公司那些VPN或是公司那些交易 或是說內部的資料存取 你會同在這邊存取 然後公司可以隨時隨地把這些服務開啟給你 也可以隨時隨地把它的服務撤掉 然後但是你這邊的話還是個人使用 所以你的通訊錄還是跑來這邊 它可能透過一個方式讓這邊兩邊資料做得同步 那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公司要把一個服務停掉 或者開啟的時候 只要把裡面一個虛擬化的環境的東西 做個調整就可以了 對網管來講它的工作量就會可以少很多 然後可以把這個規模拉大 那這樣的系統其實有趣的地方是說 其實跟硬體相關的部分是底層的地方在處理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藍牙的滑鼠藍牙的鍵盤 是底下這個部分在處理的 那包含這邊的Android 包含這邊的企業的作業系統 通常也是Android 只是修改過了 那其實它本身不知道這些裝置的存在 它只知道有這些服務在 然後它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開放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幾個項目 那現在的這個環境其實滿有趣的 就像我剛才我們在結論講到的東西 結論來講的話也可以看到說其實你多核心 然後雲端的需求 以及整個運算模式改變 你會發現很多事它的work load很重要 因為你今天要處理的對象呢 不是說裝置休眠跟醒來而已 你要考慮到你今天有八顆CPU 八顆CPU你可能八顆關了四顆 四顆關了兩顆 兩顆關了只剩下一顆 不是把硬體關掉就行了 你以為硬體關掉的 CPU關掉的作業系統會跑得好嗎 這是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work load consideration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來看幾個Case 我最近蠻常跑去大陸的 因為去跟那個大陸的 我發現大陸做系統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驚人 大陸有很多非常牛的事情 像這個 一個這個什麼鬼 那個腳踏車 它上面可以載很多東西 同樣以前很多系統 它是一個軟體搭配一個硬體 那現在可以把這些東西彙整起來 透過一個硬體上面 夠強的硬體上面 然後跑一個hypervisor 或跑一個虛擬化的硬體 那可以在上面跑很多軟體 那或者是說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在大陸的路上 其實大陸的路上系統有趣 就是說有很先進的車 也有非常老的車 那其實這樣的東西 就是你透過虛擬化 其實就可以讓這種東西並存 新的跟舊的 很好的並存在一起 更有趣的東西是在這裡 就是說 像我剛才講那個Case 就是Modern那個Case Modern那個Case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Modern那開始就是說 它一部分是通訊的 然後它可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那可能它上面已經有一些手機的軟體 那你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在上面 Linux還搭載一些系統設計 那你可能需要兩顆以上的CPU 那今天透過一個系統把它匯整起來 那雖然它還是雙核心 但是因為資源管理都是這個部分在管理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讓這兩邊 就是這上層兩個項目 它其實不用知道說 現在CPU到底是開兩顆還是開一顆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很彈性的一個規劃 所以就像這個人 他就是睡覺就對了 他不用管到底是開一顆還是開兩顆 是這樣解讀的 那另外一開始就是Modern Modern其實非常非常有趣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非常複雜 所以複雜到我一定開另外一個議程來講這個 在那個五月份的話有一個 我在交通大學有一個演講 台灣的交通大學有一個演講 在講那個Matico的部分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個資源管理是其實比各位想像中複雜 因為我們想像一件事 你動態把這顆CPU關掉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動態把這兩顆CPU關掉發生什麼事 或說動態把這三顆CPU關掉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因為你CPU來講的話 它是共用那個機體的資源 那你上面的那些包括那些process 它其實它都已經 比方說IRQ都已經綁地在這上面了 那所以你要讓它可以動態關掉 這件事其實會涉及到整個Task Migration 它是有一個成本 然後如果你的作業系統本身隨時隨地要規劃這件事 那整個系統機會會經過很大程度的改寫 然後這樣也會變成應用程式的行為不相容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就是說 譬如說你有一個Hyperguise 然後這邊有一個 你也當作一個Kernel在這邊 然後它可以運行兩個以上的一個系統 那這樣做一個擴充之後 你就可以說可以更有效率地做規劃 那四核心的話 今年2012年已經是四核心的系統 然後今年2012年的話 CPU時脈基本上都是1.5GHz起掉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問題其實更大 那另外一題其實更有趣 就是說其實現在軟體的問題其實蠻多的 以前我們都喜歡嘲笑Windows 但是我現在不嘲笑了 因為畢竟它有贊助 有嗎 這次有嗎 我忘記了 那就是說 Macrosoft贊助過軟體的活動我就不講了 這大家都知道 那Android的問題我覺得更大 你知道那種Google Map Google 20 它當地上說其實訊息蠻好笑的 它怎麼知道2012地球已經T時運行了 我看到這訊息就蠻傻的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你看不管是Microsoft的系統 Google的系統其實都一樣 都是很多問題的 好 遇到問題沒關係 我們就是想辦法去克服 克服怎麼辦 就是你再跑另外一個系統來救它 好 那另外一個系統比較有趣 以前那麼系統可能是很單純的 一個作業系統它就管一個硬體 但是呢 你可能需要一件事 比方說像這位人兄 他從頭到尾只知道他要睡覺 他睡在地板上 但是你可以弄個機制讓他可以懸空 懸空會做什麼事呢 你就可以監控 你看他說一件事啊 就是說你看這個網路部分 他網路部分他會透過這個地方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hyperwise 透過我們的一個host kernel部分 所以這些網路的操作本身呢 他其實都會經過這個monitor去監測 就像這個人兄一樣 他會做監測 這樣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好 那其實在消 不是消防 安全 安全的理由來講的話呢 那個裝置上都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有一次去深圳出賽的時候 看到這個標語令我非常感動 人人都是安全源 就是說那個 好累啊 就是說呢 手機安全性其實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其實你要讓他手機達到一個 更高可信賴度的時候 你必須對作業系統做很大程度的一個調整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hyperwise怎麼設計 好 那在之前我們來先猜一個字 好 那在之前我們來先猜一個字 好 那在之前我們來先猜一個字 就是講這個一題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同事的合照 好 我們來猜猜看 這個字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猜一下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來看喔 V嘛 I R T U A L 這樣 好 你不是要送講師帽子嗎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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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在出口的靠那一側靠三星的攤位前面 还有很多的提袋和帽子 请各位尽量把它带回家 另外在后面这一側还有一些点心 请各位尽量把东西都全部带走 好 谢谢大家 十分钟之后国际厅全部清空 没有带走的东西全部都当成垃圾 垃圾丢掉 请各位离开的时候 务必记得带走您随身的物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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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